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就连变身也不是追捕他们的人给逼出来的 而是一群阿强英雄救美时所遇到过的混混们 在被混混们欺负时 阿强严重警告他们 千万别惹自己生气 否则的话要是让他变身的后果很严重 可是混混们又不知道发生在阿强身上的事情 他们觉得阿强肯定是在吹牛逼 你还以为你是奥特曼啊 还他妈会变身 然后下一秒阿强就真的变身了 混混们直接被扔出20米开外 变身之后的阿强 直接刀枪不入力大无穷 跑到前来抓捕他的特种小队队长阿强肯的面子 毕竟阿强行走沙场这么多年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怪物 于是他就开始质问起了王德发 这是什么情况 王德发一脸神秘的 把关于绿巨人的实验告诉了阿强 然后还诱惑阿强 让他也注射那种可以变强的药剂 而阿强身为一名战士 在听到可以变强后 果然就上当了 当然这种药剂也不是说 随便让谁注射 都是能够变成绿巨人的 其中肯定还需要一些 目前他们还没掌握的机缘巧合才行 所以阿强被注射后 也只是变强了点 并没有变绿 不过阿强虽然没被绿 可另外一边逃到美国校园的阿强 却是真的被绿了 阿强发现 自己的女友阿珍 竟然已经有了新的男友产歌 产歌挖的一手好墙脚 把阿强的心都快弄碎了 不过好在 阿强最后还是选择原谅了阿珍 而阿珍在见到阿强还活着之后 他很快就爱上了阿强 两人拿着当初做实验研究的资料 打算去找蓝博士帮忙 解除变异体 可是就在两人即将出发时 王德发却是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然后在一群炮灰视频的攻击下 阿强就再次被打编译了 编译成绿巨人后 阿强面对着枪林弹雨 也是如入无人之境 那些本该一击致命的子弹 对他来说 简直比玩具枪还要弱 接着被注射了编译妖剧的阿伟 有点不服气 就想和阿强过上几招 但也仅仅只是几招而已 他就完全落入了下风 王德发一看 既然物理伤害不行 那干脆就用声波攻击吧 而且最好是低阶版本的那种 爸爸我求你了 求你了 哎鬼你妹的 然而最后 声波攻击也是没能奈何得了阿强 毕竟以阿强这体重 谁怎么抬得动啊 战争后来 阿强还当着王德发的面 打了个飞机 把一架飞机打落之后 阿强就带着阿珍直接溜了 两人逃到一个战时安全的地方后 正要来一场雨水之换 可阿强却因为心跳加速 差点没有当场变身 不行啊阿珍 我顶不住了 万一变身了杂症 没事亲爱的 我觉得变身后更刺激 不不 我觉得你这是在找死 时间来到第二天 阿珍和阿强偷偷摸摸的 找到了兰博士的住处 兰博士似乎对阿强的身体状况 颇有研究 只见他为阿强注射了一种紫色药剂之后 就真的治好了阿强 不过 这边好容易刚治好了阿强 可那边企图想让自己也变得更强的阿伟 却开始搞事情了 阿伟背着王德发找到了兰博士 逼迫让他也改造一下自己 而在经过一番不靠谱的改造过后 阿伟果然也成功的变异了 甚至看起来 似乎比阿强还要强 至于是怎么看出来的 其实也挺简单 大家看头发就行了 毕竟阿强在变身之后 至少头发还在 但阿伟竟然直接吐了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 我变强了也变吐了的意思吧 不仅如此 变身之后的阿强和阿伟 哪个更靠谱 那么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们 绝对是阿伟更靠谱些 因为阿强在变身之后 特别的容易暴怒 他一不小心就会搞出点小破坏 但阿伟就省心多了 他是绝对百分百会到处搞破坏的 如此情况 使得王德发内心既是震惊又是吃惊 震惊的是 怎么阿伟也变异了 吃惊的则是 阿伟竟然比阿强还不听话 这下可怎么办 以往的时候 阿强都是能逃跑就绝对不打架 可阿伟却是非常的好战 就连军方也压制不住他 所以最后 这件事还是得让阿强出面才能摆平 虽然现在的阿强 已经在蓝博士的帮助下 压制住了变异血脉 可在制止死地而后生之后 阿强还是再次完成了变身 而且两位猛男之间的交手方式 也都是非常的只野蛮 完全就是属于那种 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的类型 人家 吹你胸口 大坏蛋 吹你胸口 你好讨厌 要抱抱 咽咽 咽咽 原本阿强是打不过阿伟的 但他和阿强有阿珍在旁边加油助威 在爱情力量的加持下 阿强直接潜能大爆发 直接他先是一招 위爱鼓掌 吹灭了直升机的大火 救下了阿珍 然后再来一招断杉地斩 巧妙地把阿伟控制住 最后接着来一招强人所难 分分钟就弄死了阿伟 阿伟死后 阿强不舍得看了阿珍一眼 就继续踏上了逃亡之旅 至于王德发则是非常郁闷的 在酒吧喝起了闷酒 然后没一会儿 钢铁侠托尼就走了进来 两人似乎要商讨 关于复仇者联盟的事情 最后电影结束 而这部电影所告诉我们的道理则是 有时候男人变得太大了 其实也不好 不然的话 就连女朋友都没法好好相处了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么么